美国阿拉巴马州将对一名杀人犯进行全球首例氮气处决 氮气面罩取代湿针进行死刑 气体造成身体缺氧窒息而死宛如酷刑 AI风潮加持科技巨头微软股价盘中一度突破三兆美元 成为史上第二家市值超过三兆美元的企业 而特斯拉警告今年成长销售放缓股价大跌 大陆人行宣布降准两码释出一兆人民币资金就市 并预告大银行将推出降息措施 中港联手推出六项深化两地金融合作措施 包括鼓励港人到中国买房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党内初选取得二连胜 第二任总统可能性增高 他施政的不确定性也让国际社会开始焦虑 加拿大工业和贸易部门将成立加拿大队拟定战略 阿根提新总统米雷伊上任提出激进经济改革计划 全国各地发起大规模抗议抵制 学校关闭 商业活动停摆 数百架航班停飞 观众票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如果不是因为川普在共和党的初选 势如破竹连连大胜 今年2024年美国大选真正对决在11月 但是共和党的初选现在非常受到国际瞩目 他已经在爱荷华州 还有接下来的是南卡罗莱纳州 刚刚结束的是新罕部下州 他在前面两个州都是大胜 所以一般认为今年11月川普对决拜登 那么很有可能川普会重回白宫 展开他的第二任 世界各国都已经为美国川普 川普的美国预作准备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成立了一个加拿大队 因应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 而欧洲的盟友会担心乌克兰的军援 跟北约的经费 如果川普重回白宫 一定没有办法继续获得支持 跟川普意识形态接近的以色列总理 跟川普交好的沙烏地阿拉伯印度总理 还有其他的反中国势力 目前都可能乐见川普再次当选 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二连胜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 2025重返执政 再做四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尽管距离总统选举还有十个月 世界各国已经开始为川普美国做准备 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加拿大 总理杜鲁多直言川普代表不确定性 宣布指派工业和国际贸易两位部长 连同驻美大使领导新加拿大队 确保加拿大准备好应对美国大选 所有可能的结果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川普第二次执政 恐包括关税 可能放弃乌克兰和台湾 与盟友采交易模式 与敌人激进的讨价还价 全球规则也更衰退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 在川市思维下 乌克兰和台湾尤其容易成为弃子 小小的台湾却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 去年1月到11月就达450亿美元 日前川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 被问到一旦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 川普拒绝正面回应 同时抱怨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的生意 不过对当前世界的纷纷扰扰 川普说他执政这些都不会发生 没有战争 经济蓬勃 当非法移民 的确是川普支持者拥抱他的关键 但美国的欧洲盟友恐怕挫雷蛋 不只被约国防经费成为隐忧 目前在共和党中医院卡关的乌克兰军援 恐怕更后继无援 英国前外交官苦笑说 欧洲还有一整年的时间来准备 不过现在川普已经等不及 要在11月大选对上现任总统拜登 联合共和党高层和国会议员 要逼退党内对手前联合国大使海力 说他总统大选永远不可能赢 不过海力周三照样回家乡南卡造势 在当地狂打电视广告 左批拜登又打川普 但在海力担任过两任州长的南卡 共和党选民几乎一面倒挺川普 而川普在总统大选的对手拜登 周三则获重要的联合汽车工会支持 公会主席大赞拜登挺工会 甚至在去年夏天成为第一位加入工会 站上罢工第一线的美国总统 有工会背书将有助拜登在汽车工业重镇 摇摆州密西根和其他制造业地带的选情 其实拜登跟川普对决 通常很多人说选民最在乎的就是经济 而美国疫情后的经济表现并不差 只是民众的感受有感无感而已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则报导 则是美国的科技巨头现在势头大好 由于AI狂潮席卷 所以只要向美国的科技巨头例如微软 积极布决AI人工智慧 它的股价持续不断走高 而今天报导的时候 微软已经寄苹果之后 成为史上第二家市值超过3兆美元的企业 苹果在2018年8月是全美第一家市值达到1兆美元 两年之后在2020年8月 苹果的市值来到2兆美元 在2022年1月的市值冲上了3兆 目前是3.007兆美元 而微软的股价在盘中一度突破了3兆美元 2019年4月微软进入1兆美元俱乐部 2021年6月突破了2兆 现在市值继续攀高 除了3兆俱乐部之外 Mita的市值重新占回1兆美元 而兆元俱乐部的成员 现在有苹果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亚马逊和新成员 辉答 曾经是赵云俱乐部的特斯拉 今年成长 销售会放缓 那么这个财报之后的消息一出来 它的股价马上大跌 软体龙头微软 砸重金投资 生成是AI的钱没有不见 而是变成了3兆美元市值 这不仅是微软创立48年以来首次 也成为苹果之后 第二间机身3兆俱乐部的企业 华尔街对AI的乐观情绪 还蔓延到同在战局里的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以及脸书母公司Mita 股价同步走扬超过1% 当中Mita时隔两年半 再度重返1兆美元的市值 反观同为美股科技七雄的苹果 还在跟iPhone需求疲软搏斗 周三 晶片大厂徽达则飙涨2.5% 他们宣布要和数据中心营运商 Ecronix携手 供应超级电脑系统 将以完全托管的方式取代租赁 这能够让企业客户 更轻易地打造生成式AI模型 慧达已经在训练Ecronix员工 建立与操作系统的方式 而欧洲最有价值的公司SAP 也为了力拼AI转型 宣布了重组计划 这间德国软体龙头 最新公布2023年的营业利润 优于市场预期 带动股价大涨7% 荷兰晶片制造设备龙头 艾斯摩尔也强劲反弹 第四季净利润成长9%到20亿欧元 同样远超过预期 带动当天欧洲股市开高走高 各国大厂积极投入AI的程度 可以从劳工面 最想学习的技能看出端倪 根据Coursera 这个公开的线上学习网站表示 去年一年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新用户 被AI课程给吸引过来 也让这个平台在2023年 创下740万人的新注册数 就连刚在上周 瑞士登场的世界经济论坛 话题也离不开AI 包括OpenAI执行长阿特曼 多国领袖都参与讨论 随着美股财报周进入重头戏 这波AI驱动的涨势能不能延续 投资人近代下星期公布 微软Meta等科技七雄的营收表现 至于活络周三美股的大工程 则是串流平台Netflix 在打击共享账号作效 以及强劲内容的加持下 让2023年最后三个月的订阅人数大增 也是史上表现最好的假日记 带动Netflix股价大涨超过10% 创两年新高 更支撑标普500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载记录新高 但紧接着隔天公布财报的特斯拉 表现却差强人意 第四季营收和获利通通不如预期 尽管去年全年交车180万辆成功达标 但这间全球最有价值车商 在财报发布后警告 今年的销售成长可能放缓 拖累股价下挫0.6%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 特斯拉已经放消息给供应商 将从明年中旬开始 量产价格更低的车款 据传可能是小型跨界休旅 并估计每个星期一万台的产量 面对一票竞争对手 尤其是劲敌比亚迪的低价公式下 可能将使得这项量产计划更急迫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经济的报道 是中国大陆的央行周三 突袭式的宣布降准 它会释出高达一兆元人民币的资金 进入市场 消息成功拉抬了中港股市 包括上海深圳跟香港股市 都一扫开年来的跌势 但是中国大陆央行过去两年 曾经四次降准 释出了两兆元人民币资金入市 但是没有对投资消费 拉动太多 学者看法是 北京当局要有更多的政策引导 让央行放出来的水 真正能够流动带动经济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260582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5.2% 中国大陆去年经济表现 官方虽然交出了增长5.2% 破126兆人民币的成绩单 但由于过去一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贬 4.9% 在经出口占大陆经济比重高的情况下 日本媒体把官方公布的人民币数字 该以美元计算 赫然发现GDP竟然没有增长 反而下滑0.5% 这不但是29年来首次出现的负成长 中国在全球GDP的比重更连续第二年下降 不如预期的经济表现 再加上开年以来 股市持续走低 让北京当局决定下猛药 人民银行周三突袭式宣布降准 未来中国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大约在7%左右 这是当局隔四个月再次降准 也是过去三年第七次降准 在此同时 人行还增加对中小型民营企业 以及农业相关部门的金融支持 明天开始下调 资农之小债贷款 在铁线利利 0.25个百分点 尽管外界对降准已有所预期 但资金释出的规模比预想更高 确实带来激励效果 成功让上海深圳以及香港的股市 一改今年开年后的颓势 由黑翻红 至周四收盘已经连续三天上涨 降准不仅可以增加金融机构的 长期资金占比 优化资金结构 而且可以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 进一步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然而大陆央行过去两年的四次降准 总计释出两兆元人民币的资金活水 这些资金大多却只在金融机构间流动 并没有成为企业开展新投资计划的资本 流进实体市场 从中国房地产投资开发金额年增率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 在过去两年几乎只见下跌 清楚看到这一点 市场对于内地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都是在于信心不是那么足够 还有对于建境似乎都看得不是那么乐观 当然钢增的确都继续对于整体的流动性 是有支持 但是是不是单靠钢增可以解决 所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例如房地产方面 销售低迷 或者其实消费未来来都可能会减速的情况 其实这些问题都似乎是上代解决 分析坦言 除了降准释放资金 还需要有更多政策手段 引导资金进入房地产投资 或者鼓励消费 香港金管局就与人民银行合作 推出六项深化中港金融合作的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让港人能够更方便的把钱 汇入大陆境内买房 除了鼓励香港资金进入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之外 官方还把刺激投资消费的目光放在全中国大陆总计将近三亿人的 银法长辈身上 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 还有艺术体育休闲娱乐等适合远方新需求 大陆当前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低近15% 高龄化之下对银法经济的需求增加 大陆发改委周一就召开记者会 强调银法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而住在城市的长辈有相对完善的退休养老照顾 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消费力 但大量农村长辈连温饱看病都辛苦 恐怕更谈不上促进消费 再加上大陆消费与投资不足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太重 只好守住荷包 而北京当局在政策措施上持续国进民退 更让外国资金对中国市场缺步 这种缺乏信心甚至担忧投资报酬拿不回来的消极心态 恐怕是大陆经济催不出油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若要让各种拉抬经济的政策手段能够落实 移除信心障碍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TVBS新闻综合报 中美洲第三大经济体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的通膨率高达211% 这是全国全球碰同最严重的地方 他这位新总统叫米雷伊 为了拯救阿根廷的经济 他的经济改革非常极端 因此广大劳工上街反弹 阿根廷最大工会周三全国发起大罢工 所以商家都关门 航空公司取交了数百架次的航班 新总统上任六个星期 天然气的价格翻倍 商品的价格持续飙升 但即使如此 新总统的支持度居高不下 有58%的阿根廷人支持他激烈的精改 比他竞选期间还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阿根廷最大的工会周三发起24小时全国罢工运动 抗议新总统米雷伊的极端经济改革 包括运输 建筑 医疗 餐饮 能源和银行业 都加入了罢工行列 当天许多商店关门 航空公司也取消了数百架次的班机 大罢工的前一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社运团体 也在总统官邸前抗议 要求米雷伊收回成命 停止严苛的准结政策 因为缩减福利对底层民众冲击实在太大 属于自由派的米雷伊上任六周来 天然气价格翻倍 阿根廷批索也重贬 商品价格持续飙升 目前年通膨率达到211% 居全球之首 尽管如此 米雷伊的支持度仍居高不下 58%的民众支持他的经济政策 比他竞选期间还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米雷伊的经济改革 内容包罗万象 范围遍及选举制度 劳工法 环保 医疗 艺术和科学领域 就连离婚法 也在内 受影响最深的劳工 终于忍无可忍 发起大罢工 要阻挡法案过关 阿根廷经济和政治专家们分析 米雷伊深知改革会让通膨飙升 人民要过苦日子 他的执政蜜月期会非常的短 因此趁着还有人气之时 尽可能的推动改革 米雷伊不只是国内的宠儿 在国际间也很受欢迎 上周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说 一席拥抱自由市场 和摒弃社会主义的言论 获得台下如雷掌声 米雷伊这段演说在网路上爆红 吸引数百万人点阅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分享影片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群网站上 称赞米雷伊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贷款给阿根廷440亿美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赞同米雷伊的财政改革 阿根廷的改革法案若通过 将赋予米雷伊至少一年的紧急命令权 让他可以放手推行政策 过去几任政府的改革都因为劳工抗议而止步 米雷伊这一次或许能走得比较远 但达政的可能性 专家学者仍持保留态度 拉底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 同样面临经济转型 左派总统鲁拉推出了再工业化的新经济政策 将导政前右派政府把重心放在农业和出口 忽视国家工业发展的错误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将提供500亿美元的基金 支持政府振兴地方工业的计划 鲁拉的目标是将巴西的产业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一下南韩有一部纪录片 成为更好的家人 这个纪录片呢 因此它反映的是这个部分的南韩社会真实 有一个虐待自己孩子的单亲母亲 他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不对之后 透过向警察自首的方式来试图自己 让自己停止对孩子施暴 寻求心理治疗找出根本的原因 在一年的跟拍期间 这个纪录片带观众分别从加害 和受害者的视角 看见这个母亲的增长 十一岁的小男孩 害妈妈两人相依为命 但唯一能依靠的大人 却像是一颗喂爆蛋一样 打扫 洗衣服 学校洗蹄 任何日常生活的状况 都可能让他突然发飙 从最初只是为了导正孩子的偷窃行为 到后来却逐渐失控 各种殴打 怒骂等身心暴力行为 不知不觉已经持续了四年 意识到自己从管教 完全变成了一个 虐待儿子的恐怖妈妈后 这名母亲向外求助 她参加了管教孩童的节目 尝试找出解决方法 最后甚至选择到警局自首 南韩政府在2021年 立法禁止家内逼罚 在儿童保护单位的介入下 则对母子紧张的互动模式 一度好转 不过没想到一天孩子妈妈的母亲 突然拜访 又让一切回到原点 小时候受过伤 长大后依然复制了同样的做法 为了打破这样的轮回 这位母亲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这段期间孩子也被社工带走 两个人禁止见面也不能通话 南韩女儿问题严重 施虐者中有83%是父母所为 纪录片成为更好的家人 分别从孩子和家长的视角 探讨偏激的教育方式 对亲子关系所造成的伤害 因为体罚它其实只是一个控制 跟让对方痛苦的手段 那个当中有很大的部分 其实是抒发我自己的情绪 但是它并没有教育的意义 我学会了就是如何察言观色 如何敏感身边的 有权威的大人的情绪状态 然后我的确学会了求生 但是它也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 影响我跟家庭的关系 没有人天生知道怎么做父母 要怎么栽培子女成长 也没有证解 但不论是有意无意的举动 都可能对孩子造成长期伤害 回看台湾 随着儿童权益崛起 我国也在去年提出 拟修法删除父母对子女的惩戒圈 却引发不少家长恐慌 目前的正向亲子教育并不是一个 全面强制性的一个 在义务教育阶段融入的一个做法 所以其实有些家长 他接触了学到他觉得很好 可是大部分还没有这样资讯的家长 他可能就是单纯不知道 有这些东西存在 所以他还是在落入原本的 那个传统的苛舊 就是说我没有惩戒权 那我怎么办 目前全球已有65个国家 在所有场域中禁止体罚 不过不能打不能骂 还能怎么教小孩呢 亲子教育专家陈安一坦言 过去自己也曾使用过体罚 但逐渐从育儿的经验中 摸索出一套更好的方法 在事发当下 处理情绪不处理行为 当他平静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讲 这件事情你犯了什么错 那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好那既然约法三章之后 第三个就是要确实执行 专家认为比起处罚 更需要让孩子学习 为自己犯的错误负责 而家长也需要练习 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建立出对孩子来说 更好的教养环境 TVB新闻总和报道 好接下来来看韩国 现在一个新闻话题 南韩的第一夫人 接受了一个皮包 价值台币七万元 影片曝光之后 持续延烧话题 还引发南韩执政党内讧 那么这一个风暴 可能会影响到四月份 国会大选的选情 立体太太保持沉默的 总统尹席月 传出可能会出面解释 面对党内同志 要求道歉的声浪越来越高 南韩总统尹席月 恐怕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 毕竟离四月国会大选 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却因为第一夫人 收受价值约台币七万元的 名牌包 引爆执政党内讧 同市检察官出身 被视为是影席月新妇 目前担任执政党 临时党魁的韩东勋 原本极力维护第一夫人 金建西 却在偷拍影片曝光后 改变态度 传出让影席月大为不满 施压她要辞掉党魁职务 但也有国民力量党议员 认为这根本是恶意 设局抹黑 金建西才是政治操弄的受害者 不过在野党则持续施压 甚至以法国最后一位 以奢华著名的皇后 玛丽安东尼来形容金建西 政治专家也分析 原本执政党有望 扭转国会 嘲笑野大的局面 但金建西收包的政治炸弹 恐怕会对选情 带来不小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关注东北亚 另外一个国家 日本 日本过去我们有个 很强的印象 就是终身雇佣制度 其实它现在已经快速崩解 在两年前转职申请的人 高达968万是新高 在2023年数据出来 可能超过1000万人 转职的人年龄是18到26岁 所以他们对于终身雇佣 根本不是他们人生规划的 理想途径 日本薪资结构改变 终身雇佣对收入相当不利 年轻族群才会不甩这个制度 出门在外讨生活 你有跳槽过吗 跳槽在日本老前辈眼里 简直不可能 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 撑起了日本经济一片天 然而大环境改变 一辈子为一间公司 一生懸命 CP值太低 跳槽逐渐成为常态 进行更新的社会 在社会上的社会上的 在社会上看到 在社会上有什么古兴趣的会议 在社会上的意识 日本来到了大转职时代 官方统计 2022年有一转职者达到968万人 逼近1000万刷新记录 而这波千万转职潮中 以18至26岁的Z世代为最多 较过去10年成长4.8倍 另外 起知名企业而去的人 比2018年保增约18倍 29岁的藤本先生出身辅导 三一立正后决定服务家乡 于是加入大型铁路公司 却发现生活太过稳定 毅然决然转换跑道 从4万员工规模的企业 来到了仅22人的新创小公司 从铁道员变成健康护理业务员 社会新鲜人活力十足 充满干净 且积极寻找自我价值 事业通常是最直接的途径 年纪轻轻轻则能死于安乐 27岁的西钢先生离开知名电信商 跳槽小型科技公司 走出舒适圈 为自己的人生开疆拓土 人力荒时代 除了企业挑人才 人才更是挑企业 为了降低出走率 日本知名电机商推出公开招募制度 在企业内部系统中 员工上传履历 部门列出职缺 进行媒合配对 2019年实施后 每年可安排约300笔设内人士一栋 除了尽可能留人 这家企业更成立转职部门 员工可前来咨询 且内容完全保密 协助展翅高飞 送员工快乐毕业的同时 也是等待倦鸟归潮的开始 有比较有伤害 企业透露 其实不少离职员工 都会选择再回国 但也强调 现今社会话语权 确实已转到了牢房 而资方则必须保持开放并友好的态度 最大效率地做到对人的投资 才不会被汹涌的转职潮给淹没 提供新闻中的报道 来关注用氮气处决执行死刑 美国阿拉巴马州在台湾时间星期五下午2点开始 执行一个很有争议的死刑 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氮气处决 那么因为氮气处决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死刑犯在过程当中呕吐受尽折磨 但是官方强调 其实犯人数秒钟之内会失去意识 几分钟之内就会缺氧死亡 麻醉专家的看法是 氮气面罩在挣扎的过程中外泄 会让整个过程拖得更久 这个死刑犯在2022年因为药物注射失败 所以阿拉巴马州改用氮气行刑 阿拉巴马州议会大下前 民众高举标语抗议 不满州政府25号将以氮气处决死刑犯 肯尼斯·史密斯 他在2022年11月执行注射死刑时 官方人员多次未能在锁谷区域放置静脉导管 最后超过死刑令执行时间而取消 我们没有时间去完成 所以我们拒绝了死刑 史密斯遭判死刑原因是1988年 妇人伊丽莎白·西内特在家中身重多刀死亡 警方调查后发现 她的丈夫以1000美金买凶杀人 史密斯就是杀手之一 他在1996年被判处死刑 另一名同伙已经在2010年被处决 他则在2022年执行失败后 让阿拉巴马州重新审阅程序 成为全美第一位以氮气处决的死刑犯 今天我进入区域 为我和保护人 担任史密斯遇中辅导的牧师和他的律师团队不断为他请命 并以多次处决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 禁止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方式 请求暂缓 案件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 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共和党籍的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声明表示 氮气死刑经过彻底审查 包括阿拉巴马州成交部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 都已经准备就绪 阿拉巴马是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地方 以使用氮气氧油 他们代替氮气氧油 氮气处决方式是在犯人脸部绑上密闭面罩并灌输氮气 阿拉巴马州官方表示灌气时间为15分钟 犯人几秒内就会失去意识 几分钟内就会缺氧死亡 但专家抱持怀疑态度 阿拉巴马州官方将史密斯的死刑定在台湾时间25号下午2点钟开始 直到26号下午4点30小时内完成 有研究报告指出缺氧会导致全身剧烈疼痛 此外犯人还会持续呕吐 戴着面罩可能增加他被呕吐 噎住受尽折磨而死 Hood told me that he has this history of consistently vomiting due to PTSD and migraine so this is a very very big concern for his legal team and in facthood tells me that the state will not allow Smith to eat past 10 a.m. tomorrow out of concerns that he might vomit 种种的不确定性让这起死刑执行方式备受争议 由于欧洲逐渐禁止制药公司销售用来执行死刑的药物 导致注射死刑所需的巴比托酸盐类药物越来越难买 全美除了阿拉巴马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 密西西比州都批准了氮气死刑 但都还没执行过 统计美国在2023年共执行24件死刑 皆采取药物注射方式 过去就曾因药物短缺 官方拿未经测试的药物混合使用 导致2014年奥克拉荷马州一名死刑犯 痛苦挣扎20分钟后才死亡 统计2018年以来 全美共发生三起死刑注射失败事件 这些死刑犯都能因此不用再次执行 逃过一死 而阿拉巴马州是全美处决率最高的州 目前还有165名死囚正在等候执行 这回使用氮气处决引发争议 但对被害人家属来说 他们终于能看见司法争议的实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也是星期五号称地表最大的人口移动 中国大陆春运就在本周五启动 从1月6号到3月5号40天之内高达90亿人次 那么同时呢 开卖铁路除夕的火车票将会有抢票大战 而春节商机广深港高铁推出了两种 一个叫继次票 一个是定期票 定期票30天之内可以达60次 比原来大大达了64折 提前把这个信息填好 就相当于是加了购物车 到时候呢 真正开始启售的时候 秒提信息 您就赶在了很多人的前面 央视记者搬出大平板教学 周五大陆将掀起一波抢票大战 春节除夕火车票正式开卖 就是只有在车票发售当日 零时至车票发售时间前 才能使用玉田功能 今年大陆铁路订票网站 新增了玉田讯息功能 可以先登录个人讯息 选好车次座位等 真的下单买票时 一键送出就好 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等发售时间到了 点击按玉田信息购票按钮进行提交 这样才算订票成功 官方呼吁用了玉田功能 还是要记得开卖时要提交 不然功亏一篑 大陆铁路部门统计 从12号起已经累计 卖出超过6000万春运期间车票 同比增长159% 没抢到票的话 那肯定朋友一起拼车回去 我15天之前都开始抢了 我把钱付过了 提前付的话 抢到手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要确保万无一失 还是有人愿意多付点钱 给第三方抢票网站 而在民航方面 持续投放增班讯息 中国东方航空也宣布 四架国产大飞机 C919将加入春节运输 负责上海飞北京 成都航班 根据数据预测 1月26日春运的首日保障 手机场的旅客量 会达到一个18.2万人次 2月8号截日的一个出行 会在有一个高峰 这会儿的旅客量 会达到一个20.18万人次 春运开启 假期感觉不远了 大陆各地也陆续推出 抢客招数 广深港高铁趁机推出 祭次票和定期票 祭次票90天内可达20次 定期票30天内可达60次 换算下来 从C9龙站到广州东站 一等座单程人民币344元 祭次票票价大约打了9折 定期票则为64折 除了最直接的交通优惠 今年大陆春节旅游竞争激烈 各城市抢客吸眼球 花招百出 我在重庆请你一起 树林家乡C位出道 作为一个河北人 我来告诉你 找演员明星拍影片 这还不够 张家界文旅局局长 亲自下场 穿传统服饰 跳抖音神曲科目三 这场旅游宣传大战 甚至玩过头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上传这段 官员穿着僵尸装 在景区跳舞的影片 就引来骂声 最终被迫下架 大陆官媒人民日报 还发文抨击 宣传只是感受天荤 最重要的应该着眼产品 和服务 地方部门 没必要过度迎合网络潮流 宣传迎来返效果 除了旅游市场外 大陆春节电影市场 也受瞩目 初一将会有七部芯片胜印 其中有五部是喜剧片 会有一定的同质化的竞争 这对每部影片的剧本 台词和演员的表演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性质雷同的电影同场较劲 难保观众不会疲乏 去年大陆春节票房 破人民币67亿 荣登大陆影史 春节党总票房第二 今年可能难以超越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by bwd6